HELLO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Tissot Google小言話頻道 今天在哪裡? 今天在雲南的大理 有看開我視頻的朋友仔 都知道我在大概十一前 就搬了來這個地方試著 看看適不適應自己 一直都是住在繁華鬧市的地方 搬了來究竟行不行呢? 其實我都不知道行不行 不過也有朋友仔留言說 你搬了來這裡究竟生活配套怎樣? 鄉下地方價錢又怎樣? 我一連兩集會告訴大家 先來這一集看看租住這個地方 其實我租住這個地方是 一個村裡的一間三合院 周邊的環境配套是怎樣? 下一集和大家一起說 不如先來看看這間屋 這個山學院究竟是怎樣 一起走吧 有很多朋友仔問我 來到雲南大理 住鄉下地方究竟屋是怎樣的? 我在這個村裡租了一個地方 但我不是全家屋租的 我只是分租了一間套房 大家看看 進來一眼看到 涼頂是木的 冬暖夏涼的 夏天都沒有冷氣機 主要的牆身 都會用磚 但隔牆 全部都是舊的建築 用木的 為何這個鄉下地方 這間三合院都有套廁呢? 先看看洗手間 洗手間也挺大的 原因就是 業主 這裡的屋主 放租的時候 就放了給一個租客 租客當時 就把他打算做民宿的 所以整間屋三合院 五個房間 其中有三個房間 改為套廁 但是他又沒有做民宿 因為某些原因 他就回到老家 租了給我現時的第二房東 而我租了這間房間 租金多少 租金這間房間 因為我是短租的 我暫時 因為我都說 我是市住的 所以我就租了一個月 租金 就比現時深圳的房間 就是這樣類型的房間 是差不多 看看其他地方 這裡進去 就是兩層樓的 但是因為 房東 我的二房東 就出了街 所以我就不進去拍 另外一間房 這裡 有一間房 可以進去 因為現在沒有人送 我們看看 這間房 就是兩層樓的 也有個套廁 這間房 比較開洋 因為有窗 我那邊的房 雖然有窗 但是不能開開 不能開 這個二樓是怎樣 不如大家看看 我房東很好 他初時期問我 要不要住這裡 因為兩層樓 住樓上 樓底很高 又有蚊蛇 兩張床 兩張大床 還有一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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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呢 就不住這裡 因為為什麼 因為走樓梯 如果晚上 因為我很晚才會 上了樓 再去洗手間 我擔心我會滾下來 這張床 為什麼我不住這裡 因為有個樓梯 除了只住一邊 所以我都不搬 反正一個月 試一下 這間房的價錢 我沒有問 如果試煮一個月 會比較貴 因為正常一般 在村屋 都是年中計算 丸子 裡面有個廚房 廚房屬於給我用 我每天就在這裡 煮一下早餐 還有這裡有個餐座 廚房對出 這個就是有兩間房 這兩間房是沒有洗手間的 所以房東 即是二房東 就做了雜物房 而這邊 就是房東住的 樓上 還有下層一個客廳 剛才那間房就在這裡 這裡還有一個 公用的洗手間 還有洗衣房 上面 就有一個天台位 天台位 看下來是怎樣呢 不如走上去看看 這個村 距離大里 古城大概 搭的士 10元左右 你說遠不遠 說近不近 但是因為兩年的疫情 所以外面 古城附近 都很多旅遊民宿 這裡暫時都做不到 旅遊民宿的了 不過呢 在這些軟子 現在外面 都很多放租的 例如這一間 有整五個房 租金大概是六萬到七萬元左右 一年 但是呢 租這些軟子 就大概一千 起碼最少 一千到十五年約的 還有交租金 最少都要一年交一次 但是有些軟子的業主 就要求 約在五年交一次租的 有些朋友問我 住在這裡 習不習慣 生活配套 行不行 其實住在這裡 都兩個禮拜了 那就發生了一些事情 以往我都未試過的 所以下一輯的視頻 和大家一起分享 好 今集先來說 拜拜 多謝收看 下次見 拜拜